市委市政府25号发布了关于三路破产的消息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 对于石家庄三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受理了该申请的裁定书 已经在12月23号送达了三路 今天三路问题奶粉系列刑事犯罪案件 将在石家庄开庭审理 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诉危害公共安全 这两天呢 其实各地的经销商已经是纷纷地赶到了河北石家庄 他们希望讨回被拖欠的退货款 昨天上午石家庄市政府就有关事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并且对偿还三路所欠经销商款项一事做出了成功 石家庄市政府表示 已经与经销商签订了还款协议 约定在2009年1月10号左右 再支付一定比例贷款 剩余部分等企业正常生产半年内全部付清 2009年元月10日一定按比例支付货款 如企业有困难 政府将积极支持协调 23日晚企业工作组再次与经销商对话 全面表达了企业的诚意和极点承诺 经销商表示对企业和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 并全面接受了以上方案 目前三路集团所欠经销商款项 主要是在奶粉事件期间应厂家的要求 各地经销商对三路问题奶粉进行召回 厂家并没有偿还的余款 诸海市最近出台了新的环境保护条例 条例规定从明年的5月1号开始 住宅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区域的机动车 必须停车熄火 违反这个规定的可以出以200元罚款 这个条例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减少废弃排放和噪音 但是不少人都认为 这在实际执法过程当中是有困难的 诸海市将停车熄火纳入法规 是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全国上述首次 违反该条规定可由交警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可处20元至200元的罚款 有车主认为停车熄火对保护环境有好处 但是执法的尺度难以接力 有专家认为 出海市的立法在全国开出一个先例 这体现了政府对环保的重视 但是法规的执法比较困难 仍然有待细化 停车多长时间不稀合算这个违规 因为你停车的这个位置不同 或者是这个环境不大一样的话 对这个法规的适应可能也不大一样 第三的话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城市的面积非常大 那么任何地方的这个停放 是不是都有执法人员存在 那很多城市的话 有相当一部分的车辆 它并不是本地车辆 那么执法的时候 会存在一个跨界的障碍的问题 国家游泳中心水利方 所有捐赠的资金 昨天全都到位了 有关部门透露 鸟巢水利方明年将进行赛后改造 大型割据图兰朵 有可能会在鸟巢上演 水利方的建设资金 来自107个国家和地区的 35万港澳台桥同胞 捐款折合人民币9亿4000万元 25号最后一笔69万多元的捐资 由专门机构拨付给水利方 水利方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计划从2009年2月份开始 拆除水利方的11000个座席 只保留6000个 改造由业主和参与经营的企业 共同出资 估算2亿元人民币 明年年底完工之后 水利方将可以供普通民众 休闲健身 此外国家体育场鸟巢 也将进行适当的改造 博物馆 俱乐部 餐饮娱乐设施 将来都有可能在鸟巢中出现 目前有些项目正在招商 土兰朵 像阿易达 还有一些大型的演艺明星的演唱会 还有一些公益活动都在策划 有些都已经签了演出的合同 现在包括像原来我们在奥运期间的有的100多个包厢 现在也都在进行销售 中文国际频道的新闻60分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 昨天召开了2012年奥运会重点运动员训练工作会 打响了伦敦备战周期的第一枪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 召开2012年奥运会重点运动员训练工作会 打响了伦敦备战周期的第一枪 在2008年北架奥运会上 中国田径共有35个项目的66名运动员上场参加了比赛 取得了两枚铜牌的成绩 虽然中国田径在奥运会达标人数 参赛人数和进决赛人数等方面有所进步 但是主体育场鸟巢始终没能奏响国歌的结果 是中国田径人最大的遗憾 他们总结经验 备战伦敦立足于早 立足于细 早一天准备就会多一份成功的机会 按照北京奥运会备战的时候的经验 一定要早抓 早抓 而且要想办法抓戏 只有把工作早抓起来 才能有充分的时间去抓戏 所以田径这个项目 整体上是个落后项目 所以这次你们看到了 我们主要是把重点项目 就是瞄准伦敦奥运会 在新的伦敦奥运会备战周期 中国田径要走精兵之路 实施精兵战略 在全面提高比较困难的调整下 准备以女子静走 女子马拉松 女子铁笔 女子练球等为重点项目寻求突破 遇会的12个重点省市体育局领导 汇报了备战2012年 文敦奥运会重点运动员的情况 和近期训练计划 在这些重点运动员中 既有在北交运会上 取得好成绩的张文秀 周春秀等名将 也有目前还名不见经传 但具备一定潜力的新人 对于这些重点运动员的训练和生活 田馆中心将在各方面 给予特别关照 我们队伍内部的管理 我们叫做六个到位 一个训练管理一定要到位 科技服务保障要到位 医务监督伤病的房子工作要到位 思想政治工作要到位 整个条件保障工作要到位 再一个很重要一个 就是把反兴奋级工作也要落实到位 所以我们叫做四个落实六个到位 第三届非职业中国高山滑雪超级精英大会 昨天在北京落幕 近百名顶级业余滑雪爱好者 参加了这场冰雪聚会 来自吉林的张雷和黑龙江的李光宇 分别获得了冠亚军 参加本次高山滑雪超级精英大会的选手 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 在传统的印象里 参加滑雪运动主要是以北方人为主 然而这个现象目前正在悄悄地改变 本届精英大会就有不少来自广州 上海的滑雪爱好者 这些变化也印证了国家体育总局 在1997年就提出的 北雪难移北冰难展的口号 已经办了三届的高山滑雪精英大会 实际就是一场各地滑雪爱好者 以冰雪为名义的大聚会 滑雪应该在我认为的运动当中 是最减压的运动 因为你在滑雪的时候要高度集中 否则就会出现危险 所以这个就像在城市里边开快车 但又不违反交通规则 所以我们这是我认为最减压的活动了 最后来自吉林的张磊和黑龙江的李光宇 从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 分货怪亚军 虽然比赛已经落幕 但参赛的选手仍已有违禁 他们纷纷表示 滑雪所带来的激情和愉悦 是他们占上雪荡的圆动力 经过了近半年的全国海选之后 中国万人拉丁舞总决赛 今日在武汉开赛了 最终来自于广东体育院的选手 获得了冠军 进入总决赛的12种拉丁舞选手 可以说各个都是武艺高手 他们在场上的每一次亮相 都会引来政治掌声 实际上他们这些精美的编排 是在短短一天内完成的 根据规则 组委会在比赛的前一天 才会给选手认识 并要求他们根据议题 进行舞蹈创作 不过这些选手确实实力不俗 在规定的时间内 编排出了让排派 平量高分的舞蹈动作 这次比赛编排的情况非常好 我觉得他这次每个选手 他之前都有28秒的那种编排创意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 他们每个队选手都做到了 来自广东体育院的石磊和张白宇 在编排中将传统武术和京剧 揉进了现代拉丁舞中 最终他们以满分的成绩获得冠军 深圳选手陈帅雷剑获得亚军 在北京奥运会上 英国选手获得了 10块场地自行车金牌当中的7块 而当地的自行车爱好者就说 这其中也有他们的一份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签手极莫市场 成就财富梦想 中国极莫服装市场 拜水都江燕 问道青城山 华南城 世界工业原料及成品交易中心 深圳华南城 深圳华南城 看到时代左右的人 也在左右这个时代 别克 林荫大道 这里是新闻六十分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2009年元旦晚会 将在2008年12月31号的22点 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英语国际频道 法语国际频道 西班牙语国际频道 首次多余种全球直播 目前的元旦晚会居住 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为全球观众打造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2009年元旦晚会 以坚定中国信心为主旨 贯穿晚会始终 晚会以主题短片为主线 展示中国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的风雨历程 在回顾2008年的同时 展望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009年 具体节目以时间为线索 分为春风春潮春旺三个篇章 其中既有李古一的成名曲《香炼》 李春波的原创歌曲《小方》 也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 《我和你》等等 同时还特别选取三十年来 风靡一时的港台及海外歌曲进行展示 我想借助这个晚会 大家既是对一年的回顾 也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 更重要的是我们想通过这个晚会 来增强大家的信心 面对当前的经济萧条 争取明年我们有一个更好的 这个一年 晚会还以与时代相关的诗歌和油画 配合每个段落的主题 此外 晚会还首次与央视网深度合作 开通祝福通道 观众可以登陆央视网 参与祝福地图的互动连线环节 届时 首次采用中 英 法 西班牙 四种语言的2009年元旦晚会 将通过电视向全球现场直播 石家庄此特征组再提抗告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水扁这次的省钱案 以及这个收贿案 那当然是可以说是一个试剂大案 所以当这个特征组 在上个礼拜提出抗告 但是周战川法官再度的 把他无保释放之后 这个对台湾民众来讲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接受 特别是周战川他所驳回的理由 其实已经充满了很多的 见解上的偏颇 那么根据很多的媒体的 他的民意调查 发现有超过60%的台湾民众 事实上没有办法赞成周战川法官 他最后的裁定 也就是说不认为 陈水扁可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这样轻易地放过 让他无保释放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一次特征组 为什么要再度提出抗告 大家很多人说 如果呢 这个再回到周战川法官的手上 不是会失败吗 那么以特征组来说 当然他们这一次 是希望能够给 这个高等法院一些压力 希望高等法院自为裁定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意义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 现在在法院上面 已经开始出现一个 比较峰回路展可能有的变化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 最后会不会还在继续 由周战川法官 由这个法官继续地审理 这个核一提继续审理 事实上已经出现变数 因为台北地方法院 现在已经考虑说 这个案子是不是要并案 所以将来 其实不排除一种可能 也就是周战川法官 可能会把这个案子交出来 那么当测证组 在再次的提出抗告之后 假设呢 在回到周战川法官的手上的时候呢 如果他再次的那个做出一个 很偏颇的一个决定的话 那么呢 这个时候台北地方法院 就必须更为审慎地去考虑 这个案子是不是适合 再继续在周战川法官的手上 所以透过这次的抗告 可以厘清这些方面的疑虑 特征组呢 已经在16号的时候啊 提出过一次抗告 但是台北地方法院呢 仍然裁定释放陈水扁 江教授 据您的了解 当时法院的理由是什么 当特征组提出抗告之后 在18号 这个台北地方法院的何一廷 由周战川担任审判长 这个何一廷做出的财势 最后仍然是无保释放陈水扁 他最重要的理由 有下列几项 第一个 那么这个周战川认为说 特征组仍然没有具体说明 陈水扁有任何逃亡 或者串政的事实 第一个 就市政不够清楚 第二 陈水扁是卸任的领导人 有安全能力随从 所以不太容易呢 出现逃亡的可能性 所以无逃亡之余 逃亡之余的可能性极低 第三个 那么目前为止看起来 虽然陈水扁涉及到的 最轻本刑贪污罪是五年以上 但是陈水扁似乎 也找不出有具体的理由 去恐吓证人 或者是威胁证人 甚至要使证人 翻供串政的可能 因此呢 虽然在周战川的眼中看起来 虽然陈水扁涉及的本刑 是五年以上重刑 但是他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 周战川才认为有积压的必要 这三个特定的条件就是 重罪逃亡之余 加上篡政之余 周战川认为这三个都加起来 才有积压之必要 否则可以透过其他的替代方案 像用责户的方式限制住居 以及其他处分保安处分等等 来替代积压 这是当时周战川法官所做的一个裁定 不过事实显示的是 同样一名法官周战川 那么他曾经裁定余政县 也就是过去内政部门的负责人 那么帮助陈水扁在南港的灾难案当中 涉及到这个泄漏公务机密 包括平稳的名单都泄漏等等 周战川的裁定是 100万新台币交保 一个协助陈水扁犯罪的人 要有100万交保 但是犯罪者主其事者 却竟然无保释放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另外在这个特征组有举证说 陈水扁曾经拿了一张吴文忠的照片 也就是特征组的检察官之一的吴文忠 那么陈水扁上面 亲笔写了一行字叫做文忠兄 这吴大哥这是众多照片之一 请留作纪念 这个意思就是陈水扁在告诉文忠 我拍到了你的照片有非常的多 吴大哥这是照片之一 请你留作纪念 这个意味着恐恶的味道十分的浓厚 但是周战川这个法官认为说 虽然这有令人起人疑斗 好像陈水扁在威胁检察官 不过权案竟然已经经过检察官起诉了 所以呢 显见检察官没有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 所以因此到最后周战川就是仍然裁定 第二次的将陈水扁无保释放 洪威俊你了解特征组这次提出抗告的理由是什么 有没有新的理由或者是新的市政 这次特征组再次的提出抗告 那大家就很关心 那么特征组能不能提出一个新的市政 才可以说服不管是高等法院的法官 或者是周战川法官 那么事实上虽然在上一次 周战川法官几乎是一一的去驳斥了特征组 他的抗告理由 但是其实呢 在特征组提出来的一些具体市政里面 周战川在他最后的裁定书上 并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呢 这次特征组可以根据这些 再去挑战周战川法官 那么我们刚才呢 那个江老师也特别提到 当时这个周战川法官 他驳斥了很多理由 但是呢 特征组呢 特别提到 有关于在串政的部分 甚至在恐吓的部分 事实上 陈水扁是有很多具体的市政 那其中的部分呢 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其实他的市政是非常多 但是有一些重点 他在串政跟灭政的部分 例如他在审理国务基要费之前 陈瑞元检察官审理的时候 他就去捏造了南线专案 更不要说这次呢 他又提出了好多的机密外交案 试图呢 这个混淆视听 另外呢 他也伪造了犒赏的亲策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部分呢 他也结合了 像马永成 陈正慧呢 去伪造文书 另外更清楚的就是 他向他湮灭了 叶胜茂的洗钱公文 这个完全是湮灭证据 那么另外呢 在恐吓的部分 刚才江老师也特别提了 他把那个照片 给这个检察官 请吴大哥留作纪念 那当然 当时周善春法官是说 他说这个是在收押之后 才送给他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签名照 那么这次呢 特征组也会特别提出来 其实呢 早在收押之前呢 陈水扁交给张伟晶 张伟晶 再交给了吴文中 所以事实上 陈水扁在收押之前 就已经有恐吓的这个企图了 那么另外呢 他也带同案的各个被告 例如像吴景茂 陈正慧 林德逊等人 也请了律师 也让这些被告 他们在审讯的过程里面 觉得备受威胁 他甚至呢 还交缩这个余政线 一起加入绝食的运动 对司法做出一些压力 另外呢 他在释放之后呢 他还击奉这个余政线 这个两天就招供了 所以他这个有恐吓意味 非常明显 那么在陈水扁 被二度的这个五宝开示之后呢 其实包含司法界 以及社会各界都认为 其实所谓这个 要积压的理由啊 刚才特别提到 有重罪 还有串阵 淹灭之余 还有他是逃亡之余 这几个要件 都可以构成积压的要件 所以在特征组 在再次抗告的时候 他必须要跟法院 再次的说明 也就是这些要件 只要构成有这样的疑虑 有这样嫌疑 有这些可能的时候 法官就应该接受 检方的意见 要把陈水扁压起来 因为在眼前 刚才看到的 不管是串阵也好 灭阵也好 甚至呢 这个有恐吓的这个嫌疑 或者是他有逃亡的疑虑也好 这些事实都是摆在眼前的 据报道啊 特征组这一次的 抗告书当中提出 希望高等法院不要再发回 给台北地方法院重审 而是由高等法院自为裁定 那么在此之前呢 台北地方法院的 主审法官周湛春呢 也曾经表态说 希望高等法院直接裁定 那我想请问一下江教授 特征组和周湛春 都怎么说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不论是特征组和周湛春 这两方两造双方 都认为 如果抗告的结果 仍然是由周湛春来做审查的话 结局是一样的 对周湛春来说 他前面已经两项做了 无保释放 那么他已经做出 这么大的一个决定 而且遭受到 社会各界的踏法与质疑 这个时候 如果他用今日之我 来否定昨日之我 周湛春将来在法界 无从立足 那么法界的人士 有时候脾气是非常牛的 也非常坚持 如果对照一下 过去曾经办过 马英九案子的侯宽仁 他直到马英九三审 被定验无罪之后 这位起诉马英九的检察官 侯宽仍然认为 他完全没有错 如果事情再来变 他还是为这样坚持 那么这是法界 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是对自己 有高度极度的信心 周湛春也是 周湛春这个时候 已经无法回头了 也就是当整个社会的氛围 对他有那么大质疑 包括他过去三年当中 有37个案件 他曾经只放过两个人 有35个案件通